大明王朝的七章面孔 朱元璋片 收买文化名人 朱元璋成功的第二个原因 也是他与普通武夫最大的不同点 是他的知识分子政策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 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 一方面 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 在知识分子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 另一方面 他们的粗豪气质 又与知识分子格格不入 十分反感知识分子的酸文甲醋 所以 大部分齐军领袖 对读书人没有好感 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 朱元璋却不一样 也许是受父母的影响 他从小就知道敬重读书人 正如阿凯欧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 投奔齐军之前 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 对这些满腹师叔的老爷 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满怀静慕 却高攀不上 启欲是一切颠倒了 朱元璋领兵自立之初就有知识分子主动来投奔他 第一位是定远人冯国用 冯国用家境富裕 从小颇读过一些兵书战策 是朱元璋起兵以来接触过的第一个读书人 朱元璋自然受宠若惊 对他十分重视 一有时间就和他聊天 冯国用在他面前展开一幅地图向他介绍说 极庆这个地方 古称健康 形势极好 古人常说 金陵龙盘虎聚 帝王之都 要得天下 就得先占了这个地方 先拔之以为根本 然后四处征伐 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有生以来 第一次看到地图 一看地图 周围形势 包括天下大局 一目了然 不禁大喜 正是在冯国用的建议下 他确定了渡江发展的策略 在进攻楚州的路上 有一个叫李世元的涉嫌人 前来求见 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李善长 李善长头脑清楚 善于料事 少有志计 读书粗持文末 洗法加盐 测试多钟 听说朱元璋带兵路过 夜到旁求见 想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个能成事的主 朱元璋和他一见如故聊得十分投机 李善长说 我看到您马上想起一个人来 朱元璋问 谁 李善长说 汉高祖刘邦 他和您一样 也是起自曹野 现在的形式和当初的汉高祖刘邦差不多 秦乱 汉高祖不一 货达大度 知人善任 不适杀人 五载成帝业 经元刚祭吻 天下土崩瓦解 功豪产 聚佩不远 山川王弃 功当受之 法其所为 天下 不足定也 朱元璋也听说过 刘邦这么个人 不过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人和自己能有什么关系 听李善长这么一说 他毛色顿开 连连点头 称善 知识分子的种种建议 让还在黑暗中摸索的他 如同遇到明灯 通往皇位的道路 在他头脑中一下子清洗起来 他任命李善长为长书记 从此将刘邦视为自己的偶像 开始不断钻研他的事迹 通过与读书人的交往 朱元璋深刻认识到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分子眼界宽 计谋多 用之则为力 趋之则为敌 而且这些人在地方上 往往影响巨大 能左右一方老百姓的态度 把他们争取过来 一方百姓也就跟着过来了 随着和读书人的接触多了 他也知道 请读书人成本不高 只要客气点 给足他们面子 让他们吃得好 穿得好 再给个虚值 他们就会感激涕零 为你卖命 费得不多 赚头极大 真是划算的买卖 因此 尝到了甜头的他 一路征战过程中 遇到读书人 就尽力延揽 甚至在手下的将领出征时 他也经常嘱咐他们 听说哪个地方 有知名的读书人 一定要把他们 带回朱元璋这里 有时还派专人 携带大量金银财宝 四处打听 哪里有读书人 灰州老儒 朱生 学名很大 攻打碗南时 朱元璋 效仿刘备 三顾茅庐 威福 从连岭出石门 亲临其事 向他请教 夺天下大计 结果朱生 说出了一句名言 高筑强 广基梁 缓称王 朱元璋听人说 镇江有个读书人 叫秦从龙 学问很大 徐达出征镇江的时候 朱元璋特地交代他 要去拜访此人 徐达找到秦从龙后 朱元璋又亲派自己的侄儿 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 带着大批白银绸缎 前去礼聘 秦从龙来到南京 朱元璋特意到城门外迎接 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处 朝夕房以时政 事无大小 心语滋谋 称先生而不明 每年到秦从龙生日之际 朱元璋皆有赠仪 或亲至其家 与之燕饮 礼遇甚厚 这些做法传出去 广大知识分子深受感动 当时的读书人 大多数曾与农民军为敌 对朱元璋既疑且惧 朱元璋特地宣布 无当以投城为城 不以前过为过 只要诚心归附 一概既往不咎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 瞧不起他这个出身 寒威的山代王 嫌红金军气味不对 躲在山里不肯出来 朱元璋也不以为伍 而是欲加低声下气 千方百计 绝不放弃 当浙东大部平定之后 明氏刘姬刘伯温 自以誓源 使为他人用 说什么也不肯出来 为朱元璋所用 朱元璋叫处州总治孙岩 派人去历情 孙岩于是写了一封 洋洋数千元的信 反复说明厉害 非要他出山不可 又叫他的朋友 陶安和宋莲 分别赠施劝说 刘姬实在没有办法 这才勉强出山 龙凤六年三月 他与宋莲 叶琛 张义 三位名士一起来到应天 朱元璋大喜过望说 我为天下去四仙生儿 夏令在自己住宅西边 盖了一座礼贤馆 把他们请到那儿去住 跟刘姬说话 从来都称老先生 在给刘姬的信中 这样开头 元璋顿手奉书 博温老先生阁下 语气恭敬虔诚的 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 做得很到位 他的谦虚 热情 耐心 豪爽 推心致富 倾倒了大批文化人 许多乱世中 生计断绝的读书人 本来通过朱元璋军 不是杀人这一迹象 已经看出了 坐稳了奴隶的希望 如今又得知 朱元璋喜欢亲近读书人 并有许多人来投奔 指望依靠朱元璋 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 朱元璋的投入 获得了百倍千倍的回报 他们不断对朱 讲解各种道理 听得住 喜不自胜 朱元璋说 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 读书名理 让人在日常事物中 能用道理去分盘 可以叫人少犯错误 评论者多认为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 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 比如 方孝儒就说 袁末 帝大兵强 具名号 以熊市中国者十余人 皆莫能得士 太祖高皇帝定督金陵 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 而兵礼之 实者一位天下不足平 正是因为知道读书人的作用如此巨大 所以在自己大力招揽任用读书人的时候 朱元璋又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政策 不许自己的部下随意任用读书人 他时时刻刻提防自己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勾结 因此规定 所有前来投奔的儒士 一律由他亲自考察任用 尽诸将善用 他生怕读书人 是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们 大脑开了窍 特意规定 索刻成池 令将官守之 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 只设一例 管办文书 有叉诗 罪读作例 这条规定执行得很严格 他的外甥朱文忠 在雾州时 将儒士 图姓 孙吕 许元 王天熙 王作 等读书人 收入麾下 朱元璋文之 因为此时正需要朱文忠效力 所以没有严厉处置他本人 却命朱文忠将这几名儒士 押送到应天 一通审问后 将王作 许元 王天熙 发冲书吏 将图姓 孙吕 当众处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